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一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天熱得來也有些趙雨 如果一看今日下午維港的情況 其實都幾多雲 不過如果早上和中午在比較猛陽光的情況下 其實有不少地方的氣溫都上升到34度或以上 不過因為比較高溫的關係 下午都觸發了一些雷雨 如果一看新界的部分地區都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究竟為甚麼天氣會比較熱呢 可以看一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我們見到台灣而東海域是一個熱帶氣旋 它就是熱帶氣旋尾沙克 受到尾沙克的一些外圍氣流影響 華南沿岸地區都是比較高溫的 我們預料尾沙克在未來兩三天 基本上都是會移向東海 所以我們不會受它的直接影響 不過因為尾沙克的外圍地區都是比較高溫 我們未來兩三天仍然會有高溫觸發的雷雨 接著可以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是大節多雲 局部地區會有趙雨和雷暴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是酷熱 氣溫是計乎28至34度 風方面會吹輕微至和緩的偏西風 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隨後這兩三天都會是天氣酷熱 風勢比較微弱 提醒大家如果要做一些互惠活動 就要多些補充水分 同一時間局部地區會有趙雨和雷暴 今晚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 也 doute存 razem 我們 wars會在 CONN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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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